我发现我走哪儿收车 这哥应该看视频 从来没有砍下去过价 你这高价收车 所以是联系你 有车衣是吧 有 你九年一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八十多 八十多 现在A8最便宜的应该六十多 不上七十都落地了 现在 把握了五千多元器 价装了 毕欧阴险了 那咱是啥时候买到车 年四月 年四月 你买之前这个车 你看这是负责险吗 我发了 一个六千 这个是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一万五都不知道 他说这个是什么改ACC啊 啥的 你要从保险上走的钱 你这车价又不够了 假如不走保险的话 然后需要花多少钱来打 我不知道那是过货钱 过货钱 这种保险上的窍尽量别动 因为省点钱或者反省点钱 你卖车的时候肯定会少很多 对 特别是这种好车 你想 假如说他在给你出俩纪录 多写一个灯 你算了多少钱 这个灯好计划 换一个灯 基本上你这车要少卖一两万 真的没问题 我说这玩意 原来的A6感觉都比 现在的A8贵了 现在A8太便宜了 还是这个中费 但是加上多少钱 选了 对 你一说我也有点郁闻 这选的东西太多了是 原来 三中二十万的客户 也不可以加一个 对你很高了大哥 来的时候跟你说喂 哎你们这属于哪 山西哪里 运城运城 没来过这 我来过两三回吧 这是个县没来过 我昨天我还从这过一回 昨天我是去哪 昨天我是去延安 众中也是从那边过 来你们运城 感觉坐火车高铁不方便 在这的话 如果你要坐高铁 我只坐三明亚 就先三明亚 开车过来也得两个车 对就比较麻烦 四十万零七千 这车就是公里数有点大 这种车 公里数都不小 要是公里数小 能卖个好价钱这车 就能不能再让个路费了 四十万零七千 前两天真热 真是四十一台一过来体验 要不用那保险记录 今天上午 他知道保险记录了是吗 不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保险记录 出多少钱 出十二 你说吗 你查什么多了 你查了保险 我也不知道保险 没查保险记录 出十二比他高一万 我跟你说哥 你要让他查记录这车 他给你上不了四十 你咋这么完蛋呢 秦某哥 直接签合同吧 多少 四零六吧 就按那个价格 四零七十 他说啥车况 我着急走 你这我怕 我怕有回来 刚才你说是这个 秦某完了 你看 行行行 那签合同吧 我发现我走哪收车 这哥应该看视频 从来没有砍下去过架 你是高架出车 所以是联系 接着周遇 接着我